我们看完奥斯丁接着看 德州的另一个城市的达拉斯 达拉斯这个跟全美的 房价综艺术的走势有点相似 从一月底二月初的低点一路上升 然后在今年的6月25号 达到了今年的高点44万5 但是离去年高点46万4还差 1万9美金 然后就开始回调了 现在是43万5 离今年高点还差1万美金 那至于下半年的走势 现在下跌的走势 但幅度应该相对比较温和 但是还要看当地 往内场下半年的变化 我们接着看契士顿 德州的三项客 契士顿这个非常明显 在今年1月底2月初吧 的房价低点一路上升 到了今年6月底的34万6 这个是今年的高点 那这高点呢 离去年的高点 30万3 还低7项美金 差不多 然后就开始回调了 那这一个月来 价调到34万 那这个变化是6项美金 然后 西尔顿下半年的房价走势 看来还是 也是下行的趋势 但是应该相对说 比较温和吧 因为西尔顿的城市的这个房价呢 相对 奥斯汀达拉斯 的房价 比较平稳 涨也没有 其他两个城市涨得多 跌也不会跌 跌得像其他两个城市跌得多 所以我想今年修论的 房价这个走势还是比较温和的 上半年涨 下半年跌 但我们还是要关注 当地的互生量变化 好 看完了德州的三项客 我们再往东走 那下一个呢 就是亚特兰大了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嗯 这个是跟去年基本上是非常吻合的走势 在今年 二月份呢 达到低点 然后 一路上升到七月初 达到今年的高点 四十万 而这高点跟去年的高点 四十万两价 进入上差不多 两价美金 然后现在开始有所下调 下调了三价美金吧 在最近的一个月 然后这个下半年的趋势呢 也是我想也是进入下行的通道吧 但是应该比较温和吧 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当然了 还是要看当地的库存量变化 特别是下半年 OK 我们看一下 乔治亚州的另一个城市 海边城市 Savonna Savonna这个 有跟我们 以前所看成是 完全不一样的走势了 这Savonna 你又看到没有 这个它的 它的同比变化 从来就没有 第一期年过 它一直 同比变化 一直是正的 然后它这个 也是今年 一月底吧 二月初达到 低点 然后一路上升 然后在今年的六月中旬吧 达到了36万6 那这36万6 这今年高点 那比去年高点 今年高点是34万6 高点美金 看到没有 这个去年高点是在 去年11月份中旬达到的 比前美的其他城市 都来得 很多城市都来得往 很多城市都去年 五六月份吧 七八月份 达到高点 Savonna 等会要讲的 Moto Beach 都是到年底 才达到高点 然后现在是 在今年这个六月中旬达到 高点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有所回落了 有房价 然后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的 就开始往上涨了 所以这个 Savonna 这个城市 它这个房价是很没有规律的 单涨跌跌 在最近的两个周 又从34万 涨到35万一 涨到1万一 但离今年高点 36万6 还是下行的1万5 不过这个 它这个跌幅是挺快的 在这里投资的小伙伴们 要小心为妙 那下半年呢 这个Savonna的房价走势 是无法预测的 但最起码 它这个城市的房价 它同比 一直是保持正的 所以两次难能可贵的 看完了Savonna 我们接着 转到那个 富瑞达州的 Arundal Arundal 好 这个是 在 今年夜底 达到的低点 然后一路 上涨 到了6月 初 也叫6月中旬吧 开始平 房价开始平衡下来 445,000 那离去年的高点还高 然后房价开始下行 在最近的一个多月 下行的8000美金 现在是上9万7 好 这欧兰斗也是跟那个Savonna一样 基本上这个同比 一直保持正的 在这 在这期间 这个地方就是同比 这林以外 其他都是正的 这也是 为数不多的 几个城市 同比保持正的 一个是刚才说 Savonna 现在 还有现在的Arundal 那 今年下半年的走势呢 我看看应该是比较平稳吧 但是还要看 在下半年的库存量的变化 好 看一下Tampa Tampa跟那个Arundal是竞争对手 看Tampa跟那个Arundal比 组合 OK Tampa就没有Arundal好了 看这个数据就知道 这个同比现在是负的 大家 他这个在今年的 一月底达到了低点三十万五 然后就还是一路上涨 到现在的三十八万 但这个高点呢 是离去年的高点三十几万四 价跌了一万四 所以他同比 在今年四月底以后 就一直是护了 然后现在的房价 在最近的两周吧 在最近的三周表现比较平稳 然后他以后的接班人的走势呢 还是深入一带吧 主要是看看他的库存量了 因为他库存量一直很高 好 看完了Tampa 我们再看Miami 这个是去年全国最日门的城市 今年也是最日门的 这个Miami跟那个Savonna 我刚才说的Arundal 有点相似 他的房价今年同比 都是正的 然后他一直还在上涨 然后离去年的高点 差距在拉高 在拉大 那现在的高点是 今年高点是五十二万七 那去年高点是四十八万一 这个差了四万六千美金 所以Miami的接班人 走势很有趣 会不会继续往上涨呢 还是会像去年一样 游手下调 那主要是看今年四半年的 库存量变化了 这个Miami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看他能热到 这个黄地产这个热 能热到什么时候 我们接着看 南卡的Moto Beach OK 南卡的Moto Beach 刚才说了 就是跟Savonna Orlando 还有Miami一样 他的同比 今年同比变化 一直都是正的 从来就没有低过 零 然后他这个房价变化 也是起起伏伏 不是很稳定 虽然一日正的 他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是达到最低点 然后在今年的7月中旬呢 达到最高峰 35万 这30万 离去年的高点 还多了一千 然后呢 在最近的两周 有所下跌 这样是34万5 所以下跌到5000美金吧 但离去年高点还是 很近的 很接近的 一直在高点徘徊 没有怎么回调过 然后下半年呢 我们看一下 在下半年 跟去年下半年 如果你去年下半年 作为参考 那今年下半年应该 也不会差来去 因为他的 去年高点是在去年的 12月份才 创造的 所以如果 今年如果是 扶持新年的走势的话 那高点还在 在下半年呢 所以在以后几个月呢 所以莫特别主 如果 固存量 如果发生突然变化的话 应该 走势应该 比较乐观 看了的 莫特别主 我们再看看 再看看南卡的 另外一个 著名的城市 叫Chelestan Chelestan 他的走势 就没有 莫特别主 好了 Chelestan 他的走势 就是 看到他同比 刚开始 还是都正的 然后 在最近的 两个月吧 就开始 变成户的了 然后又变成正的 他这个 今年的房地产的 房价的变化呢 是从 41万1到现在的 42万2 涨幅不多 然后他是在 那个 今年的 二月份吧 达到 房价 今年低点 然后在 今年的 五月中旬 创了 今年的新高 然后这个新高呢 比去年的新高 比去年的 高点是 3万6 还高出的 高出1万多 所以 南卡的 Chelestan 和 莫特别 还相对 比较乐观吧 因为他 基本上 他的同比 还大部分时间 都是正的 然后 谢邦年呢 估计也 差不了哪里去吧 因为去年 谢邦年 他的走势 也是比较温和的 今年 他 大概率 也不会 差哪里去 如果他 那个 他的库存量 能 掌控 的话 我看完了 Chelestan 我们在看 Baker的 Rally Baker Rally 在 在 三月份 在二月底 创了今年的 新低 也就低点 40万9千 然后呢 就一路上涨 到今年的45万 跟去年的高点 44万9 可以说是 创新高吧 现在只有1000美金 然后呢 现在房价 开始有点下行 4万9 不多 只跌了1000美金 跟去年高点 是最平了吧 然后下半年呢 你说跟去年 走势 作为参考的话 应该是 房价 下行 比较温和吧 不会下那么多 但一切要看 当地 库存量变化 好 看了 看完了 Rally 我们看 东北部吧 东北部 我们这里 挑一个 就是说代表城市 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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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这个 这个 是涨挺多的 今年在那个 一月底 达到低点之后 然后就 有所 防转 然后又 又下跌 在二月底又下跌 然后就一路上涨 然后在那个 G26号的时候 达到 历史的高点 七十万九 比去年高点 是七十万五 多了两万四 现在房价比较平稳吧 那下半年呢 的房价 的走势 只有四母一代吧 波士顿的好处就是 他 他有经济的支撑 他那么多高效 那么多 生物科技 公司 那边工作很高 那我们就主要看 单地的库存量变化吧 好 对了 我忘了看了那个 西亚岸的西亚图 西亚图 哇 不太妙 西亚图也是在 今年 这房价 今年一月份房价 达到低点之后 一路上涨 然后到 季节中旬吧 达到八十万七千美金 但是你去年的高点 八十万一 还差三万四千美金 还差四万四千美金 然后现在又开始下行了 最近的脸周 现在是七十八万七 下跌两万美金吧 所以他这个同比变化吧 一直是固的 中间短暂的时间 是变成正的 但是很快又变成固的 那下半年的趋势 大概率是进入下 加行的通道 但是一切要看 当地的库存量变化 好 这一期我就和大家分享了治理 希望通过 这些委广公布的 全美的巨星的数据 能帮大家 对全美的房地产动态 有所了解 然后让大家在今后的 房地产投资上 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如果你们喜欢 我这一期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留言 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 聆听下视频再会 拜